那么各位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玩假的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玩假球好吗 因为各位 我们今天要用的就是模拟器的部分 我想我应该先调查一下 请问有人有Webduno这个BIT的开发版吗 有吗 如果有的你帮我按个1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人有 有耶 竟然有人有 害我吓一跳 我想说大部分应该都没有 因为他现在这个板子的价格 已经不是我们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材料费可以支付的 所以我们只能玩假的 那如果你有最好 因为玩假的跟玩真的一样 好那今天也比较像是那个 那个广告大会一样 假的玩久的如果你觉得真真假假 你希望把假的变成真的 你就可以考虑真的买看看 对啊涨价了涨价了 之前780 现在有人说没有错 990 好啦反正 你吃什么东西先来肉掌 不要怪人家 只有我们心嘴没有掌而已 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除了刚刚给大家看的这个简报 然后还有一个 可能我们待会呢 刚刚有同学提到有那个1190 这个是应该是包含那个什么 货重版吧 好那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我们在简报的地页 你会看到有一个Canva的互动摆板 没有哦 我忘记了 这几天我没有上去看它的那个价格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990 然后现在又涨价了 好那我要请大家就是 因为我们8月份也用Canva嘛 那所以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就是如果啊 待会我们可能要麻烦大家分享你的 那个Webbit这个专案档的话 哎或者是说要分享你 刚刚可能测试的一个画面啊 还是说你的那个 有比较好的影片 你想要传上来的 都可以 你就可以贴到Canva白板里面 好那你可以试着把这个白板打开 来我把画面这个关起来 来你看一下 麻烦大家你可以先进到我们的 这个白板 你一进来应该看到这个 好那我也把这个网址先贴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好了 哎你可以打开进来 好那如果你 刚进来的时候呢 他会要求你先注册一个账号 对要有Canva的账号才可以使用 啊没关系反正你用免费的就可以玩了 对对对对那我有把这个Canva的白板呢就跟各位分享共编 好所以呢 待会儿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 好去把你的网址啦或者是你的图片啦还是你的YouTube啊你就可以把它贴 贴进来就会看到那你们呢在下方这里 好你也可以把它打开 有没有在下面这边有一个页面好 检视的一个按钮 你把它打开之后其实我是有准备两个页面的 哎我有准备两个页面好所以 呃这个部分啊待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那你看你进来之后谁进来的你看现在邱家军 有没有家军有就看到他的 对好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就是如果你有问题 好不好意思分享画面没关系你可以贴到这边啦 好那待会儿呢我们让大家练习的时候 那你做好了那也可以把你的档案呢就把它贴到这边 好这个CAMMA白板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就是先玩玩看啦 反正我们先热身哈 好啊待会儿呢如果各位呃在使用上有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到这边来哈 OK那我们的介绍就完成了 那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 因为要用webbit这家公司总是要先认识一下 好我们的webduno呢他基本上就是 MIT的 台湾货 他是在高雄的沁奇科技 那么呢他们本身 目前总共其实有5块的开发版 那webduno跟可能很多人有用过的 arduno他主要的差异 其实webduno原则上就是网页 好这是他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当然现在包括bit也好 还有他最新的web AI 现在都支援micropython 好所以也可以像我们arduno一样 就是做一个稍弄的动作 那么原则上 原则上呢如果你是用他比较标准的 就是我们只要开浏览器就可以用了 是不需要特别再去安装软体 那他比较不像我们arduno的部分 你可能要透过安装 然后透过USB的方式 或者蓝牙然后去连接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烧录的动作 那么webduno原则上 如果你透过浏览器 他就是在网页上执行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烧录的动作 那当然如果你用的是python 这一块的话他就会有 这个是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因为他本身就是网页 所以相对来讲 你待会也会发现到 我们要跟一些网页的服务间接 会比arduno来的容易很多 那你可以纯粹是用写程式的 当然也可以用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 用什么 积木式的方式 来做拖曳 这个都可以很快的就 可以使用 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webduno这边 他所有的这五块开发版 那么这一块呢 Fly是最早的 所以他 其实本身并不是独立的 事实上呢 我来换一下 来换一下这里 好 你来看 这一个 比较暗一点 等一下 我现在把它做了模糊了 好 这样就看清楚了 好 这一块呢 就是那个 Fly的那一盘子 好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呢 他在这一边 他事实上是绑在一个 Arduino板子上面的 好像这样子 所以他不是独立可以使用的 所以他不是独立可以使用的 那第二块的 第二块的马克一号 今天好像在看 历史上的今天 在这里 这个就是马克一号 那后来他这块又变得比较小一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本像这么大 现在就变这样子 对 那这一块呢 他也是卖的不错 也是他卖像就是小型化 然后独立使用 这一块呢 他就不需要跟 这个 Arduino部分绑在一起 那接下来呢 就是用了这一块 叫做Smart 所以越做越小 有没有 大概50块硬币这么大 好 这样你比较就会 很明显的看出来 那其实我平常用最多的是这一块 因为他比较小 那 等于说我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方便 那他要外接东西 其实也蛮不错的 也蛮不错的 扩充性也蛮多的 所以呢 前面这三块呢 就是他最早期 他所推出来 那Smart卖的应该算是 相对比较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推出的这个 我们今天的主角 Bit的部分 那Bit的部分呢 那其实现在已经有两个版本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是 第二版的 其实他之前他有第一版 好 那第一版的话呢 我不知道刚刚有 有这个Bit的同学 你是第一版还是第二版的 刚刚有 我看一下有三位嘛 对不对 一二三 哦有 这个little Q是第二版的 好 那第一版的会长得像这样 好他长得像这样 其实 长相有点像 但是你会发现 我的右手边这个 三色LED灯比较大一点 好 然后呢 他现在新版的比较小 但是亮度还是维持 对 第二个是说 以前 我们要 加上这个 压克力版是要另外买 就是他本来是裸装 像这样子 但是他以前这样有个缺点 就是很多人 有些人对静电 比较 容易敏感 那所以说 有些人导电性又比较好 那常常 摸到这个 像这个 金手指的脚位 然后就会造成他可能短路 之类的 就会重新开机 所以呢 他现在就是一律都帮你加上 像这个 压克力的这个 保护套这样子 然后呢 他的包装也改变了 变成是这样子 对吧 这个V2的 好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的版本这样子 那 当然V2的部分 也有拿掉一些东西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那再来就是看最后这一块啦 最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 Web AI 也是目前里面算是最贵的一个 好 看一下 在这边 他的包装大概是像这样子 像这样 好 那 这一块真的比较贵一点 2000多块 所以平常 我们BIT 就不可能在延期里面直接 变成材料的这一块更不可能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上面 他有一个 网路摄影机 然后这个荧幕 也是什么 也是就是全彩的 那他的脚位呢 其实跟我们BIT这边是比较接近的 应该说一样啦 一样就是一样用金手指的 所以他比较 说有点像OIN ONE 像这样子一个方式去呈现 呈现 这样子 好 那 经过这样的照之后 我想各位应该就会比较清楚 我们的Web DUNO 他大概的一个就是这些开发板 那其实呢我这边还有一块他 开死不忠的 以前我们在去那天的时候他有给我们一块 就是他 原本也想说 刚刚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板子 那 那 因为 像 这些啊 我们要外接 包括SMART 马克一号 或者是这个Flight 他当初要做一些外接 都 相对比较麻烦嘛 要透过杜邦线啊 然后那些脚位 所以呢 跟很多的这个学校 方面有用的Arduino一样 就 他们那时候也想说我推一个盒板 就包括你看把那个 这个温湿度啦 LED灯啊 一些东西就把它都烧到里面去 好 那变成一块板子 只是他后来 就没有推出这一种 因为这种方式就很像 就是后来的这个 Microbit 好 有点像这样子 那 Arduino那边 因为有很多厂商推出 所以他就没有加入这个战局 这样子 所以这块板子 你们在外面就没有看到 这是 我最近在清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清出来 好 这个是 让各位这样看一下 你就会比较清楚 其实Webduino他本身 就是这些转变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再回来一下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呢 我们看的是他的硬体 那我们再来就是看 这个Webduino本身在控制的这一块 他本身呢 其实 真的还蛮方便的 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 一对一的去做控制 就是我一个人控制一个装置 这是最单纯的 那么你也可以一个人控制多个装置 也很方便 因为呢他透过MQTT 就可以把这些装置都怎么样 整合在一起 不管你是 用哪一块 甚至你跟其他的装置 我们也都可以透过MQTT 好那装置之间呢 也可以彼此互相沟通 就是我们 那个MQTT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 跟其他的这些 那么多家 不一样的Arduino 这些厂商比起来 你就会发现说 Webduino他的特点 他并不会完全卖房子 好那很多呢 其他的这些 Arduino的开发板的部分 就变成说你今天 我要用这块板子 就一定要用他的软体 用他的一些 这个 程式 或者是他专属的东西 你才可以用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比较没有 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个是 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的 好 那 我们再往下看 那怎么玩Webduino呢 其实 您如果打开这个 连结 你会看到很多 那我今天我想我们就 不用一一看 简单跟大家 分享一下就好了 包括 你 这里面的主要 我都是放那个Smart的部分 但是你网站上 你还可以看到有关 Webbit Web AI 那些的应用 那基本上都是雷同 你看他光 开关灯的方式呢 就有这么多种 好 那包括用 LOD点击证 语音声控 这些通通都有 也通通都可以 好 那如果你拿来做 所谓的智慧小屋 我们之前 去年 前年 都有 做这些的那个工作法 那你也可以像这样拿来改造 因为其实他们也都可以在外接了 所以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你像下面这个呢 就是跟Youtube影片做结合 我们 Bit的部分也通通都可以 那你拿来当做就是 浇灌的 就像这个 植栽的 或者我们做 像这些东西 我们之前 都有做过 就是在我们 创客机这边做的 这个没有 这个现在还在我家 好 那本身呢 其实晋奇他现在 除了说就是各位所看到的 他在教育场域 这边的应用以外 他们现在自己有成立另外一家 就是这个有关于制作 智慧农业的 所以呢 这里有他的王子 有他的王子 你看他们因为要适应在 外面比较 严格的这个气候的条件 所以他就变成像这样子 但是呢 你如果从右手边这个 控制的 界面进去 你就会发现他跟Smart的长得很像 都是用积木的方式就可以用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 真的在农场里面想要自己 去做程式的设计 你今天就不用那么麻烦 好 还要 就是用Arduino 这样纯粹去写 你就是拉积木 拉一拉就好 好 这个是他一个 让 使用者相对来讲 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 OK 这样子各位 应该对于我们 Arduino 还有他的一些开发板的一些特性 就比较有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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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